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勉强同意 两个人恋爱第四年的时候 男友家里贷款买了房子 可是又因为经济紧张 没钱装修 女孩心疼男友压力大 也希望房子装修好 就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 于是拿出这几年 全部的存款 装修 买家电 可是没想到 房子装修好之后 一切都变了 他发现男友一直和别的女孩偷偷来往 甚至连陪他挑婚戒的时候 还给那个女孩发 我想你这样的消息 后来在他的逼问下 男友承认 是家里介绍的本地姑娘 之前没说是没合适的机会 女孩刚刚知道这个情况的时候 还不舍得分手 直到男友开始回避 包括男友的父母也回避 他只好此心放弃 他唯一希望男友一家 把自己装修花的二十多万 还给自己 没想到 却被直接拒绝 看到这种新闻 大家都骂这个男人 是渣男 在明明不打算和这个女孩 在一起的前提下 还让他装修 确实 一个人在规划着未来 一个人却已经谋划着离开 这个男人不仅仅是背叛 还在欺骗 但我倒觉得 不是五年青春 不敌本地户口 而是女孩要知道 真正爱你的男人 不需要讨好 也绝对不会 开口向你要钱 女孩有时候 有一种错觉 把借钱 当作爱经理的一种付出 可是 有结果的付出 才叫付出 没结果的 付出都叫做代价 每个在感情里的人 都应该要明白一点 得不到的付出 要适可而至 把借钱当作是爱的表现 这是很多女孩在恋爱中 不小心就会犯的错误 前几天 还看到另外一次报道 武汉女大学生 与美发师谈恋爱 被红走 255万 输个金光 大学生 姚某 学金融专业 对理财 颇为精通 于是 做生意的小姨 也把家里的钱 交给她打理 但是被男朋友 张某知道后 就动了些念 起初 张某只是一点点地 往自己银行卡里 转钱 女孩没有发现 等到转到60万的时候 事情败露 女孩知道 是男友拿去赌博了 但是 因为男友 打感情牌 她居然 主动又给男友 转了190多万 直到7月底 女孩发现 男友找不到了 电话也关机了 才意识到 自己被骗报警 女孩太容易 相信男人的承诺 只是没有意识到 承诺是男人的人格 没有人格的男人 承诺 只是一堆废话 有个女孩 和我说过她的故事 谈了爱的时候 因为男友说要创业 她以投资的名义 拿出十万来 其实就是 男友向她借钱 只是美金明月 投资罢了 后来 未婚先孕 打算结婚 男人说 没钱结婚 自己父母 也不太同意 可是她坚持 非她不嫁 最后婚礼 简单地操办了一下 算是裸婚了 她本以为 自己这样的付出和包容 一家人肯定会对自己好 可没想到 结婚 是噩梦的开始 婆婆尖酸刻薄 到处说 她是倒贴来他们家的 和男人 收起之前的那笔钱 男人却说 都是一家人了 这钱 不都是两人的 她说 如今才知道 敢爱敢恨的 从来都是女人 而男人 只会像一个 精明的小贩一样 权衡利弊 颠量得失 攥机盈亏 女孩多害怕 感情谈到钱 就变得世俗起来 男朋友开口借钱 如果不借 会不会显得自己很势利 会不会让她误会 自己太在意钱 我想提醒姑娘们一点 男人呢 不怕人穷 就怕制断 最后上有人问 男人会不会 向心爱的女人借钱 下面很统一的回答都是 不会 道理很简单 爱一个人 就希望双方是平等的 一个有自尊的男人 不会希望因为借钱 而让自己处于感情的劣势 毕竟 亏欠和没面子 是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但如果男人 根本不爱这个女人呢 自然 就不存在亏欠一说 也谈不上 什么尊严了 去年有一条报道 河北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骗了十多个女大学生 他号称自己做红物和奢侈品生意 在交往女大学生的过程中 就以各种名义向女孩借钱 就因为他嘴甜 会虚寒温暖 会承诺结婚给女孩幸福 女孩们不仅愿意借钱给他 还有的女孩将父母要钱借给他 甚至还有主动提出要帮助他的 而他向女孩们要了这么多钱 却很少给女孩送礼物 只给其中的一个女孩 买过八十元的水杯 和一件二百八十元的衣服 还有一个女孩 因为意外怀孕要流产 连五千元的手术费 他都不肯出 其中还有一个女孩 去过他赌博的地方 男人的独友 告诫女孩 不要跟他交往 说他是个瞎三滥 女孩都充而不闻 后来警察问这些女孩 为什么会相信 这样的一个男人 多数女孩都说 彼此都已经是男女朋友关系 以后还要结婚 谁都有困难的时候 就帮他一下 关于男人向女人借钱 我看到过一段解释 但凡男人向女人借钱 一是这个男人也许是一个 一是无成的软蛋 二是这个男人是一个骗子 对于这个说法 我非常认同 男人想要珍惜一段感情 就会害怕 因为牵扯到金钱而变质 真的爱一个女人 就会担心借钱 让她进退两难 我有听姑娘说过 借钱不还 算是认亲一个人 值得了 可是认亲一个人 真的非要等到 钱没了 才能认亲吗 她开口向你借钱的那一刻 你就应该心里有数不是吗 我建议啊 在恋爱中 双方都最好不要牵扯到金钱往来 没有谁对金钱是不敏感的 也没有谁在金钱面前会毫无防备 女人不要轻易地借钱给男人 同理也不要轻易地向男人借钱 无论是借还是贝借 都意味着双方感情有可能适合 更况且 谁没有可以帮助自己的亲戚朋友呢 专心去爱一个人 怎么会舍得感情出现一点点的瑕疵呢 如果真的有什么理由非接不可 那至少要了解真实的用途 写好截条 保留好转账记录 最重要的是 做好钱拿不回来的准备 我希望 每个姑娘 要是和男人谈钱 就只谈钱 谈情就只谈情 却不要谈钱伤感情 谈感情伤钱 是啊 钱呢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敏感的 当然两个人在一起要谈钱 但是呢 却最好不要借钱 好了 感谢你的收听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 如果你喜欢 记得把文章分享到朋友圈 让更多朋友听到 你的点赞和转发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当然 如果你想听到 善尼电台的更多平台 搜索 和善尼 善良的善 尼姑的尼 善良的尼姑 就是我了 你记住了吗 找到我之后 每晚 我给你讲故事 好了 各位小耳朵们 下期节目再见 晚安 小梦见你 爱上一阵风 吹完它旧旧 这样的节奏 谁都无可奈何 没有你以后 我灵魂失控 黑云在降落 我被它拖着走 静静求求 我默默离开 陷入了危险 别远 Baby 我的世界 一狂风暴雨 爱情来得太快 就像龙泉 风离不开 暴风 全来不及逃 我不能再想 我不能再想 我不 我不 爱情走得太快 就像龙泉 风不能承受 我已无处可动 我不要再想 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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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再想 不知不觉 你已经离开我 不知不觉 我跟脸上街球 忽着忽着忽着 又过了一个车 忽着忽着 我的风 静静悄悄 默默离开 陷入了危险 遍远 Baby 我的世界 一狂风暴雨 爱情来得太快 就像龙泉 风离不开 暴风 全来不及逃 我不能再想 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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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走得太快 就像龙泉 风 不能承受 我已无处可动 我不要再想 我不要再想 我不 我不 我不要再想 你 爱情来得太快 就像龙泉 风离不开 暴风 全来不及逃 我不 能再想 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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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 爱情走得太快 就像龙泉 风 不能承受 我已无处可动 我不要再想 我不要再想 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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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再想 你 不 不 不 你已经离开我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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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不 不 不 我 不 不 不 我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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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已经离开我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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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望你直接走 红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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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